各位观众大家好,我是蓝夏如 感谢收看今天3月1号的宜兰新闻 新闻开始要带你来看的是 喜欢到江西临美石盘步道的民众要注意了 公所为了方便伸张民众的通行 将原本的碎石路要形建成水泥步道 并在3月3号星期一要开始施工 所以临美步道将会封闭到4月中旬左右 提醒大家要注意,避免白跑一趟 由于从步道入口开始都是碎石之路 虽然一般民众走起来没问题 但是对坐轮椅的朋友实在不好走 而且近年来观光人潮逐年增加 为了提供无障碍空间 公所将打造水泥通道,方便通行 封闭拍一些水泥通道,来走 但是水泥通道对沾江的人 处置非常不方便 所以我们在那个里面 在那边做水稿 做一个较好的水稿 以外两个人要拍一个 用水泥通道去做一个影響 为了工程顺利进行 原本二月份就要封闭整条步道 不过二二八连续假期 所以时间延到三号来封闭 公所也建议游客可以改走其他休闲步道 为了工程顺利进行 原本二月份就要封闭整条步道 第二个是我们交新 交新环保室工协会 游龙村也是我们前一上来 来,铁言 你如果不小心不注意说先去掉 你如果要走出来了 等一条包车会 第一个,走到一条包车会 不可以去,不可以去 我们总干事您全部这是五朝延老 那我们是总干事 因为做了不过社工协会 凌美步道封闭的时间 要到四月中旬 提醒大家要注意 才不会吃了闭门羹 宜蘭新闻记者张立林 采访不到